難道我今天又沒有吃東西就來露營 再這樣下去我會變成屁包骨 變成骷髏頭 這要怎麼辦 骷髏頭也可以豬頭天嗎 嘿嘿 沒錯 今天電玩杰素沛就是要跟大家來報導一個 以骷髏為主角的遊戲 而且美術風格也是非常非常的粉筆畫 趕快來看看我們的 骷髏頭 剛好在PS Vita推出的都骷髏 骷髏人 目前已經推出行動遊戲版本囉 在PS Vita廣受好評的都骷髏 是一款粉筆會畫風的動作冒險遊戲 遊戲畫風相當獨特 畫面灰暗卻十分有趣 玩法雖然簡單但是困難度也很高 需要通過思考才可以解決難關 遊戲中玩家要扮演粉筆小骷髏 帶領公主逃離這個不滿怪物與陷阱的城堡 可是公主並不會看到骷髏 玩家們必須利用變身藥水 來變成王子來引導公主 利用遊戲獨特的粉筆功能 畫上繩索與斷開鎖鏈 並且利用機關來突破每一關的BOSS 內容豐富且相當的有趣 喜歡另類動作過關的玩家們 一定不要錯過喔